其实你要把程序学好的话 第一个当然你要就是掌握那个规则 也就是规则是不能变的 你不能说自己突发奇想说 什么可不可以改成另外一个方法 跟各位讲不行 因为常常同学问说 老师可不可以这样改那样改 我说这不是我定的 这程序的规则都定好了 那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记熟 然后不要写错 OK 如果你可以把那个规则记熟 当然理论上你就很容易就可以把程序写出来 那不要bug了 再来就是熟练度的问题 因为像如果你要参加正常考试的话 它有时间限制的 我记得它好像是 9题好像是100分钟吧 也是一题大概只能想个10分钟左右 不过如果你熟练的话 我觉得也绰绰有余了 当然它题目越后面越困难 如果你可以的话 你可以参加 如果也可以考过 那当然你会相对的你比较有自尽心 而且可以拿到一张 有第三方公证单位的一个证书 那其实倒也是一种证明文件 如果你有需要这方面的证明文件 倒也是一个方向 OK 不过我觉得要报名参加 然后坐在那边把事情做完 而且不能参考也不能上网 你不要举手问说 老师或不会Google查那个 吴老师的那个答案 所以Ctrl C Ctrl V 当然绝对不行啦 考试的时候好像会断网 就不能让你上网去找 所以你就不能说 你要在现场 看到...它会给你提本 提本的话就是题目 然后给你电脑 电脑就会有一个... 有Spider的环境 就讲这样 然后你就要把词字写好 然后存档它会跟你讲说存在哪里 然后你把它存档 而且那个考试 它现在已经就是说 你做完马上可以评分 那如果你那一题评分OK 就亮绿灯 表示那一题就拿到分数了 那总共9题 100分 那其中有一类是20分 就是第4类 所以我之前讲过 123类 第4类是综合 就是综合123类 所以如果CP值最高的话 你直接做第4类的题目 因为一题就等于20分了 那其实你70分就有证照啦 OK 所以其实你假设说 我已经70分了 你看它亮绿灯 那你刚好加起来70分 如果你不想做 你就直接就说 矫卷 那就也还是一样 因为70分跟100分 都是一张证照 它上面不会有分数 只是说最后好像会给你一个成绩单啦 只是说那个东西不会在证照里面秀出来 好 那当然是这样子 只是说一个方法 可以一个方向 那接下来最后的话 我们就是 如果我今天 第一个 我希望输出一个1到13的三角形的话 那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在Python里面 它有一个称号 它这个称号的话前面是一个文字 可以重复几次输出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就是 就是 类似像那个 这一项前面加空白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可以讲 空白的部分 你直接在这个前面再加一行 因为其实理论上 我们应该是在 先空白 再加上星号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你可以利用这一行来改 可以 所以 空白很简单 你就把这个地方 里面加一个空白就好 那几次呢? 刚好它的次数 其实total加起来就是13 所以其实你可以用13去减 13减掉i 先刮扶起来 先计算完之后 再跟前面的那个空白相乘 有没有? 如果12个空白 就是加一个星号 反正total就是13 所以用13去减就好了 OK 那下一个就是11个空白加2个星号 再10个空白加3个星号 有没有? 那total刚好 所以用这个方式应该是最简单的 你们可以再想想看 如果更简单 欢迎再告诉我 再来的话呢 尾巴部分不要换 因为pina本身会有换 所以这边的话可以 加一个dotal 然后什么? end等于没有 意思就是说 我空白之后不要换行 我帮你换行 空白出现了 星号跑下面 那不对了 OK,好 那这样应该就OK了 把它run一下,看一下 执行 执行 有了 有没有 它这个地方 12个空白 一个星号 11个空白 有没有 两个星号 以此类推 最后一定是0个空白 13个星号 OK 应该没问题 好 那这个应该OK了 再来的话呢 如果要把它改成什么? 所以最后 我希望呢 再把它改成 顶倒我就不许 那个了 你们自己说 因为等于是反向而已 等腰三角形 那这个等腰三角形 其实跟刚刚那个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最大的不一样在哪里呢? 就是在这个地方 其实在这一条线 这个有点难化 这样 OK 这边 左边的部分呢 就是刚刚的东西 主要是增加右边的东西 诶? 所以 右边的东西 到底要怎么样 最简单呢? 大家可以想想看 不过后来 我发现呢 它其实有个固定规则 中间这一条 中间这一颗星 是固定的 有点像中间线 左边跟右边 它是一个近色关系 其实它是有点像 让它转个180 应该是 对 这样近色的 OK 如果像那类似个Auto-K那种 把它颠倒过来 那就是另外一边的 跟照镜子一样 所以呢 其实理论上就是 它总星号的数量 先把它乘以2 两倍 然后呢 再减掉一颗星就好了 OK 应该可以理解那意思吧 让它乘以2之后减1 我猜应该是这样吧 但如果你不OK的话 我会让你踹 有时候反正先转一下 你就知道该增加或减少 所以我的猜想是这样 有没有 2倍 但是呢 中间这个地方 它是共用的 所以变成会少一颗星 这个 这个是我推论的 后来我发现 试一下 发现好像就是 刚好符合我 所以我们试一下 怎么把刚刚的 这个星号加上 所以 I主要是根据I 这个是星号的 所以把它乘以2 所以记得先刮扶一下 因为它必须要把后面运算完之后 才能够跟前面的字串 OK 当然 如果假设 我先乘以2 我先不减1 弄弄看 反正你如果说弄的时候不OK 反正你就再去修正就好 你会发现 很接近 但是呢 它这边变成开头变成两颗星 但是开头只能够有一颗星 所以我们大概猜想 就直接怎样 把它减一颗星不就好了 OK 看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 我就把公式里面再减1 这样不OK呢 这样也OK 然后执行一下 有没有 这样就得到结果 OK 所以这个是最简单的推论 但是这个绝对不是单一个答案 因为其实我也想了很多种方法 比如说 我看一下 我这边有方法2 所以刚刚刚讲的是方法1 就是乘以2减1 实际上就是乘以2减1而已 那还有方法2是怎么样 就是用13去减 然后用按针是取整数 然后后面这个 就是我第一次想就想这样 然后呢 他是怎么讲 就是step的话是间隔2 OK 所以这个我有一点忘记 我想的方法 所以第一次想跟第二次想又不一样 那我反而第二次想的反而是比较简单 所以也许你们就记一下 这个 这个刚刚讲的第一个方法 那至于其他方法 也许你们也可以再试试看吧 原来我想是说 我就把它变两倍 然后呢 但是会多一个 所以我这边好像是什么 那imt 因为乘以2之后 有些是有那个什么 有小数点的 那如果去到小数点之后 好像会差1啦 最后把那个 后面的1把它加回去 大概是这样的逻辑 所以细节部分 请各位可以再试试看吧 那当然呢 做完一个之后的话 这个后面也是同学问的问题啦 因为同学就是做完一个之后 好像一而未进 然后呢 他就突发奇想就想说 老师那如果我想要两个三角 两个等腰的话 该怎么做 他就做不出来嘛 他说老师 这怎么办 后来的话呢 我就帮他想想看 其实也没有很困难 我先不讲答案啦 其实答案在底下啦 大概是这样的 至于怎么做 我觉得过程很好玩 你是如果自己可以想得出来 那就是你自己的东西了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刚刚主要是 先做这一个 空白加上这个星号 其次的话呢 再去做等腰三角形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这个等腰三角形这一题的话 我印象中好像在 这个症状考试题目里面 也曾经出现过 OK 而且这个 看来是不是在第四类 我有点不太确定 这个可能要找找看 像这个第四类里面 也有BMI 那BMI其实做法 跟我们之前练习的 其实也蛮像的 基偶数 个数 这个也是跟我们刚刚讲的 基数偶数分别加 不是加总 是算几个 所以你把 累加改成加几个就好了 OK 然后 看星号 410 其实就是 会是等腰三角形 就是我们刚刚做的 OK 所以你看 四类 第四类是20分的 410 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一题 但是它不一样的地方是说 它会有个输入 比如说我们刚刚预设是13 那13 它是希望说可以用一个input的值 去变更说它到底要 那个三角形的大小 要多少个 它这边有7 你就画7个 那如果13 那就画13个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 等腰三角形 所以如果 各位有兴趣的话 不妨 或者 差不多看一下正照考试地 把它转换一下 你 说不定就多学一个 一个题目 但是这个是行有余力 你假设你已经 做完了 你觉得OK 你想要多挑战一些其他额外的练习的话 那不妨可以再看看那个 这个正照考试里面的第四类的题目 所以今天我们讲完那个 这个回圈部分的话 基本上很多题我们都可以做了 那只是说画了回圈我们还没还没讲到啦 不过你会发现好像画了回圈不会 基本上好像在 陈胜撰写上面 其实也倒也没有影响太大 我觉得 很多地方与我的经验 其实两个回圈都是相通的 那至于说呢 如果要学习的话 当然也还是要知道说它到底哪些地方是不相同的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就是再多练习一下 把那个等腰三角形试着做做看 那我有两个方法 方法一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方法二的话呢 其实就两倍啦 本来想说它左边右边 我一定还是有点太 那它用两倍的方式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一个step2 step2的叙述 那这个step2主要就是因为它数字太大 所以必须把它在一个公式 求它应该有的信号数量 所以这个的话也许可以参考 另外还可以变成两个等腰三角形 至于怎么做啦 我想 也许底下这边有参考答案 当然你可以不用看了 如果假设你不看也可以做画出来 那表示你应该是确定是了解的 试试看